我们国家有接近1亿人是慢阻肺的人群 平均每4个老年人有一个就是慢阻肺的患者 农村的发病率还是显著的高于城市 同时慢阻肺也是我们国家排名第三的单病的致死原因 随着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步入了关键年 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也不断从 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为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医防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国家政策支持医护人员辛勤的付出下 慢阻肺病在基层已经具备了实现早筛早诊早治的能力 在即将来到的全国两会 那么作为一名呼吸科的大夫 我想给两会稍两句话 建议成立呼吸疾病全民防治的体系 早日将慢阻肺病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管理 当前慢阻肺病防治与健康管理的工作中 我们要看到在一些试点的地区通过规范的诊疗 同时配合疾病的教育工作的患者急性加重的频率明显下降 症状明显改善 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 而且有一些劳动力得到恢复 对慢阻肺的管理具备很好的成本效益 同时已经有超过50%的社区卫生中心 配备了减一的肺功能仪 在规范治疗上也得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指导 社区对慢阻肺的标准治疗的吸入药物的配备也明显提升 共助全民健康 从基层改善我国慢阻肺疾病的公众认识不足 诊疗治疗率不高 患者规范化的管理水平不足等严重的局面 从而真正的实现慢阻肺的整体的防治水平的提高 助力健康中国2030伟大目标的早日实现